随着巴黎奥运会结束 陈玉希也是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活 根据了解 在今天 陈玉希迎来了自己大学生涯 她的努力与才华 不仅在赛场上闪耀 如今更是在人生的 另一个阶段中继续绽放 要知道 这位小姑娘 一路从跳水池中飞跃而起 如今飞进了知识的殿堂 实在是让人感叹 她的青春多姿多彩 在今年3月24日 陈玉希就成为了 同济大学的一名保送生 8月18日 是同济大学开学报道的日子 有网友晒出 多张在同济大学校园里 偶遇奥运会冠军陈玉希 前来学校报道的照片 为了迎接这位年轻的 奥运会跳水冠军 同济大学也是特别制作了 欢迎陈玉希到来的横幅 网友们自然不会错过 这个表达祝福的好机会 纷纷在评论区 留下了他们的心声和美好祝愿 其中一位网友 用幽默的昵称 想吃芋泥面包流言道 好年轻的奥运冠军 祝希希越来越好 看得出来 大家都被这个年纪轻轻 就已经收获了 无数荣誉的姑娘所打动 在网友发布的照片中 陈玉希面带笑容和新伙伴互动 来到同济大学的时候 学校的心声已经开始了军训 当同学们 教官看到陈玉希的到来 大家都是十分开心 列队欢迎这位奥运会冠军 很多人都喊起了乐乐 乐乐 陈玉希的小名 有一些同学 以及现场的一些教官 想要与陈玉希进行合影 乐乐还是相当愿意 分别一些同学和教官进行合影 就这样 双方留下了一个宝贵的瞬间 大家的祝福和期待 不仅仅是对她在奥运赛场上 所展现的惊人实力的认可 更是对她未来道路的美好期盼 今年3月份 同济大学官方发布了 2024年保送录取优秀运动员 综合考核合格考生名单 跳水运动员陈玉希再列 专业均为运动训练专业 8月7日 同济大学新闻网 发布一则快讯 同济大学2024级新生陈玉希 获得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 十米台银牌 陈玉希不仅是一个 在跳水台上飞翔的小精灵 更是一个懂得平衡学业与运动 追求全方位发展的优质青年 来到操场上 教官还拿着扩音器 想要陈玉希给同学们 讲一些鼓励的话 不过 此时的陈玉希还是尽显小女孩的本质 显得十分不好意思 有点害羞 她的拼搏精神和温暖笑容 赢得了无数人的心 无论是在赛场上还是在校园里 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2005年 陈玉希出生于上海 出生于一个高知家庭 她除了跳水精通之外 从小就学习了各种技艺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马上就年满19岁了 陈玉希与相关工作人员 来到了学校的报名处 进行登记报道 就这样 陈玉希就正式成为了一名 同济大学的学生 今天 她和许多同龄人一样 正式开启大学的学习生活 对于这样一个光辉而崭新的起点 作为她的好朋友兼队友 全红禅当然要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全红禅的祝福别出心裁 仅用八个字就直戳人心 未来可期 共勉共进 虽然这八个字看似简单 却蕴含了深厚的感情 和彼此间的默契 陈玉希这次顺利踏入同济大学 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荣耀 更是对她坚持不懈 努力的一次巨大肯定 或许有人会觉得 输掉一场比赛是一种遗憾 但对于陈玉希来说 这场比赛只是她人生中的一小部分 两位跳水小将的情谊可谓深厚 成为彼此生命中的重要支柱 陈玉希的家庭背景 也为她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想象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 父母一定非常重视她的全面发展 不仅仅是学业上的优异表现 还有各方面的能力培养 玉希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她将结识新的朋友 学习新的知识 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全媒怨陈玉希 不论是面对学术难题 还是在跳水台上再度腾空而起 她都必将继续闪耀自己的光芒 她们像是夜空中两颗闪烁的星星 在这条不断攀登的道路上 相互辉映 每一次失利 展现出令人钦佩的毅力 都是她成长的动力 甚至让人觉得 她在这种场合下 显得更加自信和自然 照亮着对方的前路 虽说她们平时在赛场上是对手 是一种心灵上的默契与连结 她们之间的互动 不只是竞技场上的较量 陈玉希却像一个真正的姐姐那样 成为她未来成功路 总是无微不至是真正的 成功地照顾全红产 正因为如此 她才有资格迈入同济大学 这所985名校的大门 每一次挑战 都是对她的一次魔力 成为一名真正的学霸 全媒大赞陈玉希 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学霸 和运动健将的完美结合 面对那些用英语抛来的问题 陈玉希展现出了极高的语言天赋 她的优秀 不仅局限于书本知识 还包括她在生活各个领域的出色表现 无论是跳水经济场上的专注与拼搏 还是在与外国记者交流时的从容与自信 她都展现出了一名年轻运动员 难得的全面素质 陈玉希这次顺利踏入同济大学 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荣耀 更是对她坚持不懈努力的一次巨大肯定 正如她们在跳水台上相互扶持 彼此成就 一声轻声地问候 比赛结束后 当陈玉希走进采访间 迎接她的不仅是来自全国的关注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的目光 都带给全红禅莫大的安慰 继续在自己的道路上 勇往直前 她就像一只温暖的大手 在生活中 陈玉希是不断超越自我的榜样 经常轻轻抚平 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步伐 全红禅内心的波澜 这次入民校同济大学 这不仅是她个人的荣誉 也是在向所有年轻人 传递一个信息 只要努力拼搏 就有可能在不同领域中 都取得出色的成就 这样的陪伴 让全妹与陈玉希的友情 愈发深厚 在未来的路上 心态的稳定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如鱼得水 因此 她总是以最大的耐心和关怀 陪伴全红禅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 她的价值远不止于比赛成绩 帮助她找到那份内心的平衡 不论是学习还是训练 她都能游刃有余地应对 相信 这位奥运冠军 会以同样的激情和毅力 投入到大学生活中 继续发光发热 不断突破自我 曾在跳水台上用无数次完美的入水 征服了观众的心 同济大学 这座充满历史和学术氛围的学府 将见证陈玉希在知识的海洋中 遨游 成长 他们也将继续互相激励 共同前行 在生活中 却是亲如姐妹 玉希与红禅 有时是一场愉快的对话 有时则是静静地坐在一起 享受片刻的宁静 如今 在书山学海中 她同样会以拼劲与智慧 看到这里 很多粉丝都纷纷表示泪目 在未来的日子里 陈玉希能保持她那份纯粹的热爱 毕竟在竞争激烈的体育圈 这样真挚的情感 着实难得 无数年轻选手的偶像 跳水皇后郭晶晶 她不仅仅是跳水池中的传奇 更是在年轻一代心中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灯塔 也送上了自己的一份特别礼物 作为前辈 郭晶晶不仅给出了满满的祝福 还通过自己的人生经验 为陈玉希指明了一条兼顾学业与体育的光明道路 这份礼物不仅象征着对陈玉希的关爱与期许 这份礼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馈赠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更是她身为大姐大的风采展现 郭晶晶说 所谓的天才 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的佼佼者 晶晶更期待陈玉希追求卓越 就像她在跳水池中无数次飞跃般 她将在书本中 课堂上迎接新的高峰 真正的天才 像陈玉希这样 不但能在运动场上大放异彩 也能在学术殿堂中同样拔得头筹 陈玉希 凭借她的实力和智慧 硬是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郭晶晶用她丰富的人生阅历 告诉陈玉希 学习和体育可以齐头并进 而她对陈玉希的期望 也无疑为这位年轻选手的大学生活 增添了一份厚重感和使命感 她的从容不迫仿佛在告诉所有人 我不仅仅是一名跳水运动员 我也是一个自信 聪慧 全面发展的人 这可不是靠临时抱佛脚能做到的 而是多年来的学习积累与家庭教育的结果期待 未来的同济大学校园里 不仅会多出一位在课堂上游刃有余 谈吐自如的学术精英 更可能出现一位在校园泳池边 轻松秀出一段堪称完美的跳水表演的水中女神 一边是黑板前的解题高手 另一边是水面上舞动的精灵 陈玉希的多才多艺 势必会成为同济校园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这样的觊觎不仅传递了对未来的美好愿景 更流露出他们之间那种超越胜负的有益与默契 陈玉希的光芒也不局限于跳水池 在竞技场上 她是拼尽全力的运动员 全红禅依然坚守在她热爱的跳水舞台上 她用行动告诉我们 什么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无论是在训练中还是在比赛中 陈玉希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 学霸绝不仅仅是停留在书本上的高分数 更是一种多才多艺 全面发展的综合能力 她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执着与专注 未来我们还会看到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在更高的舞台上继续闪耀 同济大学多少人梦寐以求能进入这样的学府 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校园里许多同学偶遇了陈玉希 面对着同学们的热情 也是被吓到不敢讲话 只能是以微笑拒绝 如今 陈玉希已经顺利进入同济大学 她的新旅程也就此展开 陈玉希穿着一件红色的上衣 黑色的裤子 白色的运动鞋显得十分清纯 十分可爱 显然 她的这番着装 也是为大学生活准备 全红衬以这份真挚而温暖的觊觎 不仅让陈玉希深受感动 也让无数网友感同深受 大家纷纷为这份真挚的友谊点赞 并赞叹全红衬虽年纪轻轻 却早已展现出了超高的情商与智慧 网友们纷纷为她点赞 表示虽然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但目标却始终如一 那就是通过努力与奋斗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大家纷纷问好 鼓掌 拍照 陈玉希面带笑容和新伙伴互动 此番来到同济大学报道 陈玉希也是十分开心 十分激动 未来的校园生活中 这些运动剑匠们在书海中追梦 在操场上挥洒汗水 彼此之间的互动 必将充满趣味与励志故事 在登记完之后 陈玉希参观了学校的一些历史 以及学校的一些荣誉事迹 自己终于是迎来了大学生涯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甚至还有不少同学 拿起了手机 不断给陈玉希进行拍照 录视频 看到同学们的热情 陈玉希也是不断向大家挥手 一直面带微笑 不断向大家示好 与此同时 同济大学还特别给陈玉希 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以鼓励她在奥运会上 取得好成绩 收到特别可爱的小熊 陈玉希也是十分开心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更多的是期待她不仅仅在体育领域以出类拔萃的表现为国争光 更是在学术领域展现出与其跳水水平同样过硬的实力 这样的全能人才 简直是新时代青少年的楷模 然而 惊喜还未结束 在这所向雅塔里 陈玉希即将迎来一位特别的同班同学 眼镜飞人徐卓一 这位田径场上的新星 以其飞快的速度和独特的个人风格 赢得了眼镜飞人的美誉 这位跳水台上的高智商 好伸手的选手 如今 这两位实力派的年轻选手 即将在校园里并肩学习 将和陈玉希一起 携手踏上求知求学的全新征途 如今 这两位来自不同运动项目的佼佼者 将齐聚一堂 在校园里再度成为学霸组合 两人的强强联合 她的学霸之路 正如她在跳水台上的每一个优雅起跳 与完美入水 既充满了挑战 又令人心生敬佩 这位年轻的奥运冠军 在大学生活中 享受每一个美好瞬间 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他们会不会在校园的赛场上 碰撞出新的火花 必将引发新的学霸风暴 也让大家对他们的大学生活 充满了期待 在大学校园中 共同展开他们的新篇章 2017年 年仅11岁的陈玉希 还在上海跳水队视讯 个人风格和过硬的跳水实力 早已在圈内小有名气 她有着略带黄色的头发 在训练馆里格外的显眼 只是 这不是她偷偷地去染了头发 在彼此的陪伴与支持下 逐渐积累起更强的信心和力量 而是在游泳池中长期浸泡 让头发退了色 19岁的陈玉希参加了两届奥运会 说无论身处何地 她都会以她的努力和才华 获了二金二银的出色成绩 可以说是十分厉害 当然了 梦想不分舞台 无论是在赛场上 还是在校园里 他们都是最闪耀的明星 网友们也没有吝啬自己的祝福 纷纷为这些年轻的跳水运动员们 送上了最真挚的期望 祝愿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够继续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如果陈玉希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 那么下一届奥运会 不仅仅是一段运动生涯中的回忆 我们还可以看到 她为中国队争金夺银 在此 也是期待陈玉希继续加油 在未来取得更多好成绩 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 每一条路都能通向灿烂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 陈玉希两届奥运会 都是没有输给外国人 一旦走下赛场 面对国际媒体的采访 个人十米跳台 都是输给了队友全红禅 无论是陈玉希 踏入象牙塔的全新征程 还是全红禅 坚守跳水舞台的坚定步伐 陈玉希的大学生活 将会充满挑战与机遇 而全红禅的跳水生涯 也将继续输血 亦或是徐卓一即将迎来的大学生活 可能就会因为语言障碍 或紧张情绪而表现失常 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 都能勇往直前 那就是不断超越自我 追求更高的荣耀 网友们纷纷为他们发光的珍珠 串联起你人生中最送上祝福 无论是学习还是跳水 反而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帮助他缓解压力 以及在未来的奥运赛场上 都能迎接更多的辉煌时刻 这些祝福不仅是 对他们过去成光刺眼 你也许会停下脚步 心中生起一丝疑问 我记得肯定一同 祝福这些年当烈日当头 杨青的跳水天才们 相信在未来的学术旅程中 期待他更能以他的出色表现 玉璽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尽管这一次的比赛他未能夺冠 但他的人生力风雨 最终还是会偏尽管精 张才刚刚开始 他依旧会保持那份 专注与拼搏的精神 不论未来的道路 多么曲折的花朵 终将绽放出你从与艰辛 他们的光芒终将会照亮世界 绽放属于的付出 都会自己的独特光彩 这位极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学霸 不同的路途 却怀揣相同的梦想 各自奔浪费时间 但富花朵 或许有时前程 在未来的交在这片土地上 到底日子里 未见过的斑蓝 开出那绚丽的色彩 让你忘记 我们有理由相信 让我们一起为陈玉璽美丽 值不值得 美的项链 那些的这段新旅程喝彩 无论变成一颗颗闪闪 是在跳水 你会怀疑 这么多汗水 始终还是在学业上 确实不仅能够学有所成 忠心连心 目标一致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被雨水滋润过 也期待看到 他在学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 请相信 所有所有的辛苦与等待 在未来 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在同济大学是不是在